现在我们接着看一看这个证则表达式币包操作是他的相关的这个汤姆森构造是怎么实现的 那么币包操作呢是对应的是这个加号大家看这个新号是一个币包操作 那么新号前面呢我们就用term来表示 大家看term是前面是对这几种具体情况的一个抽象 是单字符点通配符以及字符集简单字符集这四种情况的一个抽象 所以这个币包操作呢我们就运用在这个term的基础上 那么剩下的这几种币包操作呢分别是这个新号的币包操作 也就是对它重复零次或无限多次 第二种是加号是重复的是零次或一次至少一次或和无限多次 然后紧接着是一个问号这表示的是重复的是零次或一次 那么现在我们看一下这个新号的币包操作是怎么做的 好 我们看一下这个分号的这个新号的币包操作是怎么做的 这个新号对应的呢是 这个新号对应的是我们这里面这个表达是里面的这一个情况 大家看是这个新号是这一个表达式 我们首先给大家演示一下这个tompson构造是怎么形成的 我们代码调试看一下 那么这个tompson构造的这个实现呢是在这个contract star closure里面 那么一开始呢我们先构造一个这个term 构造完term之后呢再对这个term做新号的币包操作 好我们看一下代码 首先这里面的填写还是这样的0到9然后and 紧接着呢这里面我们就可以输入这个是a新然后看一下 好这里面 好这个构造的是term 大家看这个term的话就是中间这一部分 大家看term的话就是这个部分 其实是这里面然后这个是这个 这个term就是这一部分 所以term呢前面就是这个 我们先构造一个这个单字符的这个表达式 这个单字符的表达式呢就是由这个term来去抽象来表达 前面我们已经讲过了 由这个term来抽象的去表达这个a啊 通配符啊以及各种这个字符集啊 前面我们讲过了前面我们讲过的这几种这个专门情况的这个tompson构造呢 统一用这个term来表达好我们构造了这个term之后呢 接下来我们就要构造下面这一整个这个情啊这个啊 nfa的这一个这个状态机了 我往里走看一下 ok先往里走 先往里走了之后呢 在这里面 大家看在这里面呢我先构造一个这个起始节点 ok这个叫star起始节点 然后构造这个n节点 大家看这里面是这个n节点 先构造 然后姐姐的就构造这个n节点 然后呢把这个star的next指向的是这个pairout的这个star node 这个pairout的star node呢指向的是这一个节点 然后我们用这个新生成的star节点拉出这条边 大家看拉出这条边指向这一个这个节点 那么就是这一句话我们做的这个动作 然后紧接着这个pairout的n呢是这一个n node是这一个 然后n node的拉出一条边指向新生成的最后这个中节 这个这个最后的这个 哦是这样 这个pairout的n是这个节点 然后拉出这条边指向这个起始节点 大家看现在做的是这条边 所以这个n node的next指向这个star node 那么对应的是这条边 对应的这条边 好 接下来呢这个star.next2呢 大家看这个star呢是这一个节点 它的next2指向了这条边 那么它是next2指向n这条句 这条语句呢 刚才我们走过的这条语句 对应的就是这一条边 大家看对应的是这一条边 所以就往这里面 就这里面往这边走了 ok 就这一条边 最后呢 我们把这个新的这个pairout的新的这个star节点指向它 就这现在我们啊 就指行了这一句 然后呢 把这个pairout的n呢指向它 ok n指向它就这一句 这一句然后往下走 ok 那么整个这个构造就结束了 我们就构造了一个这样的一个结构 构造一个这样的结构之后呢 我们把它打印出来看一下 我们把它打印出来看一下 ok 大家看 打印出来是这样的 分析一下这个打印结果 分析一下这个的 大家看 这个star note呢 这个起始节点3就是这个节点 我们的起始节点编号 它出来两条边是1和4 1是这一个节点 4是这一个节点 所以它分别指向两条边是ε 大家看 这后面是ε ε 指的是这两条边 这条边和这条边 那么节点1是这个 节点4是这个 然后节点1又通往节点2指向的是这条边 节点1是这一个 节点2是这一个 所以它通往这条边 ok就过来了 然后呢 节点2再通过节点1和4 大家看 节点2是这一个 然后这条边指向节点1 大家看 然后通过这个ε 边指向节点4 ok 大家看 那么也就是说 我们最后构造的这一个结构是正确的 好 我们再看一下这个 这是这个星号的这个情况 我们再看一下重复一次 或无限多次的情况是怎么样的 我们把这里面 其实我们在这里面实现的时候都有这个pair 把这个term给 换回来 ok 把这个term给换回来就可以了 好 接下来我们看的是这种情况的这个 ok 这个特性我们就有了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这个是加号的时候 这个加号表示的是我们重复一次或无穷多次 对应的这个 它对应的这个状态机对应的是在这里面 大家看 这是至少重复一次以上 那么表示的这个tompson 勾造是这一个 ok 大家看 好 我们走一下代码 我们走一下代码 这里面这个d 输出是0到9 然后n 紧接着呢 我们看一下这个是这个a加 然后n a加是n之后 我们看一下这个我们这边是怎么做的 首先到这个 哦 不好意思啊 这里面的这个 对应的这个语句没有回来 好 我们再跑一次 好 我们再跑一次 sd 0到9 然后n 紧接着是这个是a加 好 这样的话我们就构造一个重复0次到一次 的这种情况 ok好 这个是tom 首先呢 我们把这个a呢 前面这个a呢 当做这个tom来解析 先解析出来 ok 解析完了之后呢 我们就有了中间这一部分 这个tom 这里面啊 这里面这一部分 大家看 是这里这一部分 这一部分 这里面这两个 这个节点 通过一个a 指向这个节点 那么这一部分呢 叫做tom 我们接下来就构造其他部分 ok 接下来我们判到后面这个是不是 是一个加号 大家看我们后面这里确实是一个加号 这个加号对应的就是我们这个plus close ok 匹配的上 我们就继续往下走 ok 这里面起始一个这样的节点 创造一个这样的节点 然后这个是m节点 然后这个是m节点 再生成一个m节点 紧接着大家看 这个pairout的m是这个节点 这个节点拉出一条边 指向这个新生成的m节点 那么所以这个pairout的m呢 的next2呢 就这条边 指向这个m节点 指向的是这个条边 这条边 指向这个节点 紧接着这个pairout的这个next 也就是这条边 指向它的起始节点 因此这个语句呢 构造的是这一条边 大家看 是这一条边 好 就走过来了 这样的话 再把这个新的这个star 新的这个新生成的star节点 设置给这个pairout的star n 然后再把这个新生成的m节点 设置成这个结尾节点 ok 这样的过来的话 我们就有了这样一个这个 至少循环一次的一个正臂包 这样的tompson结构 往下走 好 我们再把它打印出来看一下 ok 大家看一下 那么我们根据这个打印结果 来分析一下 我们刚才构造的这个结构 节点3呢 对应的是这个star节点 它有一条边指向节点1 大家看 就这条边 指向节点1 那么这个点就是节点1 那么节点1通过一条边 是a 指向节点2 大家看 节点2是这个点 好 那么节点2呢 有两条边 一条边是这条边 是epsin边 指向节点4 然后有另一条边呢 啊 也是epsin边 指向的是节点1 ok 这么说来的话 我们构造的这个 正臂包操作是正确的 好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这个选择操作 就是后面带有这个问号的这种情况 那么这个带有问号的情况呢 对应的就是重复0次或一次 好 我们看一下这个情况 重复0次或一次 我们看一下这个是怎么构造 那么对应的这个后面到问号的这种币包操作呢 叫做option closure 我们看一下它的具体实践 option closure在这里 好 我们往下走看一下 好 我们原来是做0到0到9 OK 然后 and 紧接着 option closure 紧接着是这个a 然后后面接着一个问号 and OK 我们往下走看看 好 这个pair term呢 构造的是中间这一部分 前面我们已经讲过了 这个term是对前面我们说过的 说过的这个构造的一个抽象 这里面 这里面这个部分就是term 然后接下来呢 我们看后面接下来是不是跟着一个问号 这optional就表示的就是这个问号 看能不能匹配的上 OK 是匹配的上的 接下来我们就可以继续往下走了 大家看在这里面呢 先开始一个起始节点 是大 开始一个起始节点 start 然后这里面呢 又有一个m节点 就是这个m节点 接下来大家去看 这个start.next 就指向的是这个 这一条边 start.next指向pairout的start.none pairout的start.none 是这个节点 大家看我的鼠标移动的地方 然后他的next 指向的是这个start.none 这个节点 那然后这里面呢 这条边对应的就是这一条语句 大家看这里的next 那么这个start.next 就指向了pairout的这个start.none 那么也就构造这一条边 紧接着pairout的none 对应的是这一个节点 然后他指向这个新生成的n 所以我们构造的就是这一条边 ok 构造的这条边 最后把这个start的这个next 指向n 那么对应的是这一条边 那看对应的这条边 ok好 那么这样的话 我们就构造完了 一整个这个timeson 构造 构造完这个timeson 构造之后 我们把这个新设置新的起始节点 和新的结尾节点 ok 新的起始节点和新的结尾节点 这样的话 这一整个结构 我们就完成了 好 我们把它打印出来看一下 ok 大家看 打印结尾是这样的 首先呢是节点3 节点3是这个起始节点 他指向节点1和4 这个边是ε 节点1是这一个 大家看 节点1是这个 所以这里是ε 节点4是这一个 所以这里面有条边是ε ok是对的 然后节点1到节点2 是通过边的字符A 大家看 节点1是这一个 然后边是A 对应的字符是A 然后节点2是这个 大家看 节点2是这个 然后节点2再通往节点4是ε 大家看是这一条边 节点4是这一个 节点4是这个 2是这个节点 所以中间有一条ε 那边 那么这样的话 表明我们的实现 跟我们这个图示是对应的上的 也就是说我们的实现呢 是正确的 ok 这样的话 在这里面我们就实现了这三种 必包结构 分别是这个 tm tm 和这个tm 加 以及是这个tm 带一个问号的选择 我们在这一层基础之上 再做一个抽象 再做一个抽象 这个是用一个factor 来表示 这里面的这三种情况 再做一层抽象 这三种情况 叫factor ok 大家看一下 在我们的代码里面呢 也有一个对应的一个factor函数 在这里面 大家看在这里面呢 有对应一个factor函数 ok 这里面有一个对应 这个factor函数呢 大家看这个factor函数呢 就对应了我们这几种情况 分别是这个新号 也就是这个 star closure 然后这个tm加 对应的就是plus closure 最后对应的是这个问号 是这个option closure 这样的话 我们就在原来 上一层抽象基础上 再做了一个第二层抽象 第二层抽象叫做factor ok 那么后面呢 我们还有一个是这个表达式的 首尾连接和表达式的货操作 那么后面呢 我们还要看到两个factor factor和多个factor 首尾连接这种情况 就是这个正者表达式前后首尾连接的情况 还有另一种情况呢 是这个factor 做一个货操作的情况 那么在后面呢 我们会解释这个首尾连接和这个货操作 他们的这个tompson构造是怎么做的 大家看一下 在这个原来我们前面这个图里面 或对应的是这个factor和factor 对应的是这种情况 然后首尾连接对应的是这种情况 那么在后面呢 我们接下来再去分析 这两种情况是怎么构造的 ok 谢谢 希望大家继续看我们后续后面的这个解析过程